C7机型是90年代推动台湾航空营收冲高的重要机队 但也肩负了很多光荣的任务 当任过台湾三位元首出访海外的专机任务 还有在两岸断航54年后 第一次首航飞往上海 那么现在将要正式的走入历史了 这让很多的航空迷跟机组员感到不舍 有着四颗引擎广体客机的波音747-400 享有空中女王的称号 而这一架就是波音所生产的最后一架747-400 而华航仅剩下的四架即将在2021上半年陆续退役 不过在这之前747的机队可是肩负不少光荣任务 2007年8月协任总统陈水扁 风光出访中美洲有关国家 达成的就是华豪747-400 以747-400来讲的话 通常总统会安排在1A的座位 那这个座位呢 这边通常会有一个头殿 我们会非常贴心的在头殿上 修上总统专用四个字 总统都非常的贴心 他们会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拍个照 我就是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陈水扁总统就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有摄影官 总统府的摄影官 然后帮我们每一位拍照 747是全世界第一个广体客机 因为可以直飞国际航线 从90到2010年代 都是航空营收的主力机种 引领风骚超过20年 华航还拿它直飞过元首专机 载客名单从李登辉 陈水扁再到马英九 更在两岸断航 54年后第一次首航飞往上海 2008年汶川大地震 也是747将物资再往远柱 之前肖副总统的一个访问的专机 我曾经参与中间的一些过程 然后经过的气流是比较颠簸的 那飞机在承受颠簸气流的结构 承受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整趟必须要很专注在 操控控制速度这件事情上 波音747-400即将退役 让很多航空迷都相当不舍 因为它是全台湾 最后一架半双层 而且有楼梯的飞机 座椅垫 吞色 起毛边 加上头等舱经典黄布文 透显 历史风味 747-400因为它的造型特殊 所以其实我相信不只是我们飞机的飞行员 我相信很多的贵宾乘客 对这个飞机都特别有感情的 即将退役的747-400 心里面真的是蛮舍不得 真的是蛮舍不得的 绝对是第二个家 绝对是第二个家 从我上线的第一个机队 就是747的机队 我第一趟飞行就是747的机队 对一直到现在26年过去 年自26年的空服管理组组长蔡正达 陪着747走完空中服役全盛时期 尽管走入历史 但博英747搭起政治和文化重要桥梁 空中英姿永远深老人心 感谢您搭乘中华航空博英747-400 最后一趟的飞行任务 很期待能够在空中再次见面 民事新闻林二汝黄艳成桃园报道